深層的暗红色 让警方直觉联想到是 血的颜色吗 还有这个胡乱的刷文 再加上暗红色的油漆 警方研判 有可能是为了要刻意掩盖血迹的一种做法吗 果然把木地板敲开之后 发现了其他的血迹 在经过DNA的比对 证实的确就是阿秀的血 阿秀在这里受伤流血了 但是他人却不见了 去了哪呢 警方继续追问那几个年轻人 发现就在张军杰如走阿秀的隔离几天之后 他要这几个年轻人去帮他买两个东西 一个是橘色的大型的垃圾桶 还有一包水泥 买这两个东西要做什么呢 警方办到这里心头一凉 已经有了不想的预感了